大家好,欢迎收看6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十一玉兰 花莲疫情记者会公布了7号新增确诊1427例 并且说明了中央防疫中心宣布 确诊者痊愈后,无症状者15天以上到3个月 到院都免入院快筛的措施 来进一步向大家详细说明 7号花莲线疫情记者会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、教育处长翁舒敏列席 公布了花莲线今天新增确诊1427例 另外对于防疫中心宣布确诊后 痊愈无症状者15天以上到3个月到院都可以免入院快筛 以及儿童在染疫后的相关病症进行说明 确诊人数中央已经恢复到8万多人了 那我们花莲的今天的确诊人数是1427人 那跟昨天比起来有很大的落差 那在我们累计的病例有41,893 住院的目前人数是156人 那居家照护的部分新增了800人 减速隔离的话 而且去发病日或采减阳性日15天以上到3个月以内 这些人如果你到医院去住院或是陪病或是探病 或是你本身是医疗照护人员 或是你是本身是裁监者 或是你到医院急诊要留关20小时以上的病人 或是他的陪病者都免除做塞检 免除做不管快筛或PCR 国内发生的第一个儿童的MIS-C的一个个案 那什么是MIS-C? MIS-C? 就是孩童多系统严正的症候群 所以如果除了发烧3天以上 你的发炎指数要上升之外 下面的5点刚才所提出的 初诊、低血压、心肌功能受损 或离血功能异常或是极限的肠胃到症状 这5项里面至少有2项出现的话 你就可以诊断成为MIS-C 那这整体来讲 在我们国内的发生率 当然我们黄种人发生机会比白种人要来的低 但是我想我们最坏最坏情况预估 可能发生机率是万分之一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